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美股最近持續高檔的震盪 殖利率只要稍微彈上來 科技股又稍微壓下去一下 但對台股的影響看起來越來越少 當然就指數的部分 它仍然不脫我所有的一個區間盤整 今天中場小碟5點 收到16,249點 盤中高點漲26 低點漲60 這個波動可以說相當的小 材料量收到2600多億 當然主要是大型股 大部分都是這樣說 那指數部分 我認為它就是一個橫向的區間盤整 橫向的區間盤整 即便創高 那力道應該暫時也不會強 因為外資 現在在大型股的操作是比較保守的 當台積電 聯電這些最大支的股票 它們就趨於量縮的時候 當然指數它要往上的空間就不大 所以我說現在已經到了三月的中旬了 到 大概六月份之前 旺季之前 大致我們認為指數就是一個區間 那就是以中小型股為盤面中的操作的重點跟焦點 你不要以為指數不會漲 那這樣的故事 所以你就是要抓準這個機會 這個節奏這個行情 真的可以還賺一波 比如說最強勢的 328的經濟科 今天排行最高 差兩塊錢 494 差兩塊錢亮燈掌平板 掌平板是496塊 仍然是 一路北上 一路向上 那 我之前給你的配對交易的策略是什麼 我說賣創意 賣金星科 那把資金轉到金利科 這兩個禮拜前 創意金星科一度的都超過500 那個時候的金利科只有330塊 所以價差都是超過150到170 180塊錢 那如果說那時候你有聽我的話 你把創意賣掉 你把金星科賣掉 你去買金利科 看你是賣3張買4張 或者是你賣3張買3張 剩下的找的錢 你放在口袋裡都可以 到今天的金利科 收盤價是480.5元 金科今天收盤價477塊 創意 今天收盤價甚至只有416塊 所以當初你是賣高的買低的 你那個價差先放口袋 然後金利科再一路的向上 從330漲到今天快要500塊錢 那邊掉下來的你少虧 這邊漲上去的你多賺 這應該會實在是差太多了 實在是差太多了 所以我們的看法仍然是一一應驗 因為我堅持買的都是數字最強的機密 金利科只是其中之一 從2月26 禮拜五 開盤308 下一盤320塊 請家務成員進場做買進 當天收361 光當天買進到收盤 就已經賺了41塊 隔天381 然後呢3月3號禮拜三 345盤價再買一次 當天收375當天一買又賺30塊錢 隔天382 再創新稿 整理一天 然後之後又創新稿390 越墊越高 再整理一天 隔天385 到禮拜四394 又再創新稿 上禮拜五呢 尾盤收掌停满451塊 451塊 關出來第一天 馬上亮燈鎖掌停 也再創新天價 當天最高494 天天刷新新天價 所以仍然是台股第一強勢股 也是 曾仁松 曾老師 我們所有的家族成員 從去年的9月份 76塊就開始買進 你永遠要記得 從300多塊400多塊之後 市場開始一堆人在較勁景理科 每個人朗朗上口都跟你說去美化 中國大陸的處理器的訂單有多大 公文電腦一年要多少 今年要賺20 明年要賺4050 所有的數字你會發現跟曾老師講的好像都差不多 但你永遠要記得說這些事情我從去年9月份就跟你講到現在 我們從去年70、80、90、100一路到100、200、300我們一路上來一路買進 到現在我們一張都沒有出 後面跟著喊進的指會越來越多 因為大家總算發現說曾老師講的story都是真的 只是我們領先太久 領先的長達半年的時間 半年前大家當作我們是瘋子 怎麼會有一個不到100塊的股票說未來要比較世心 最近很多人都說我在亂講 但當初在罵我在亂講的那些人 最近陸續都跳進來跟你說經濟科他的故事 其實就是我好幾個月前跟你講的那些故事 只是說好幾個月前他們把我當笑話 現在通通跳進來說一樣的故事 但不一樣的是我們成本是從76塊買上來 他們是從三、四百開始買 截然不同 那盤龍最多今天漲43塊9.5% 從320買的都有賺174塊也高達53% 320買沒有多久 2月26 在K線上來說 是這一根 中間好像他漏了幾根 三、四五買的也賺149也賺了43% 這告訴我們是說 如果你是跟我操作超過半年的 本來就是我們的加入成員的 你從76塊買到494塊是賺了418塊 是高達550% 550% 那如果是你比較後面才加入的 你後來才認識市場老師才知道說 原來市場上有這麼一號人物 那跟著我做操作 上個月 上個月 月底你才加入的 即便你買320、345到今天都也賺了五成 半個月時間五成 意思是 你如果投入100萬 你今天變150萬 你投入200萬 你今天已經變300萬 所以不管是新的或者舊的成員 在新科的操作上全部都大賺 那賺550%的意思是 當初投入100萬 去年9月份到現在 你這一桶金 從100萬變成650萬 100萬是很多小資族 他可能好不容易 省資檢用存了3年5年才有的 資本 但是我們花半年時間 可以用100萬把它滾成650萬 如果這個要存5年 那滾成650萬 那要存幾年 這個就是資本市場的威力 所以 當你有非常好的眼光 可以挑到最強數字的金平股 你一波一波來 我們不要每一次 每一檔都要500% 不可能 但只要每一檔都可以30% 40% 每三四檔三四成的獲利 它就是一個倍數反 每個人都是可以讓資本翻倍的 前提是你要選對一個好老師 我想鄭老師就是你的最佳人選 每投入500萬 可以變3250萬 如果你當初放大10倍投入的是1000萬 你今天已經擁有6500萬 而事實上 我們那一位在86塊平均成本投入160張的那位客戶 到現在已經賺了超過6000萬 已經賺了超過6000萬 一檔股票 那股價也如我說的超越金星科了 那目前已經遠遠把創意都拋在腦後了 因為創意現在是410幾塊 金星科已經是48090塊錢 所以這兩家公司目前都已經不是對手 就如我們所預料的 它現階段已經超越 那從今年獲利角度 我們估計最保守金星科都有十幾塊錢 那如果後面的新的案子陸續 假設我估計它今年還有兩到新的 兩到三個的新的專案要簽進來 有可能是10奈米 7奈米 未來會往5奈米推進 那個案子會一個比一個大 陸續簽進來全力金跌上去 今年賺個20幾塊錢是很有可能的 那第二季的部分 會有前面的已經簽約的案子 會進入第二階段 全力金任列的金額會是第一階段的好幾倍 新的案子如果再進來 第二季的業績會爆發 所以從第二季看或者是今年全年看 金星科創意根本本就不是對手 再來要比的已經是艾普 這部最高的812突破前高 今年大概我們估計合理來看大概15塊錢 最樂觀 maybe賺20塊 再看整個記憶體的價格的一個配合 它的獲利並不會比金星科高 但是它的價位是8字頭 今天收盤收在779 這就有很大的比價攻擊 因為今年獲利金星科會比較多 而明年的獲利金星科我估計超過50塊錢 70塊錢我認為都有機會 明年它所有IP股的獲利絕對是金星科最高 所以比價艾普這只是階段性的任務 未來真正 你說目前IP股的股王叫做3661的四星 現在的股價936塊 這一波最高是1000塊錢 我可以跟你講未來四星都不是對手 幾個月前我告訴你說他要去追上四星 大家覺得很好笑 現在我告訴你四星未來不是對手 現在可能沒有太多人會笑我 因為大家發現我們講的都是真的 因為明年他在台電的投票量會大到讓大家嚇死 法人可能還沒有充分掌握到投票量的實際的數字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到時候大家會嚇死 到時候目標價會一路往上修 你就會知道我說的數字都是真的 所以超越了金星科目標 再來就是向上比價艾普跟利望 最後就是要挑戰四星IP股股王的寶座 那現階段漲到490 我們已經賺了550% 當未來如果說追上艾普 利望甚至幹掉四星的話 那我們的加入成員的拓勵報酬率可能會超過1000% 就10倍 所以就是說金星科是我們所有加入成員買最早 以壓最多以壓最重的 今年台股的最重要的標的 這檔股票是要讓大家買車子換房子的 我想我會一一實現給大家看 那好股票很多啦 比如說點續 3月9號禮拜二 分盤交易強漲6.5%86塊4 隔天亮燈漲停板95塊 這個就創歷史的新高 禮拜四再連續兩根漲停板104塊半 禮拜最高114差一檔漲停板 漲9%來到114再創新天下 早上最高來到118.5元又創挂牌新高 尾盤由黑翻紅再收115 沒有收盤中最高 但是這個收盤架又是收盤架的歷史新高 所以你發現就是說 我們在跟大家推薦的股票 其實幾乎黨黨都在創歷史新高 等等還有其他的 從60塊半買到118.5元 賺了58塊96% 96%的意思是 每買100萬 今天你變成196萬 也就是說明天再涨個幾塊 就賺100% 即將又是翻倍的演出 就從去年到今年 有太多翻倍的股票 太多翻倍的績效 已經不剩枚局了 那假設你買500萬 沒有太久 1天2天3天4天5天6天7天8天9天10天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8 19 一個月的交易日是大概22 23天 到今天第19天 報酬率96% 買500萬變成980萬 大概明後天就超過一倍 所以我們常在講說 一個合理的操作 一個數字非常漂亮的股票 當它數字在發酵的過程 一個小波段漲了三成 以正好事來說 我們常常做得到這樣的績效 但是也三不五十有這種超過一倍的 或者經濟科超過五倍的 那如果說從過去這一年 上半年的瑞基 亞諾法 恆大那種九成一倍的 宏康九成的那種操作的績效 你都有跟到 下半年天玉 150% 典續目前大概一倍 經濟科500多% 中間還有一堆非常強的 像經濟科九成 如果每一檔中間 你都有跟到的話 那你想 如果去年 從元月份的資本是100萬 到現在有沒有可能變500萬 800萬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 因為那個是2的幾次方在翻 這個又再度證明了 我們又翻倍的演出 那我說點序 再來會非常的精彩 它就是小天玉 它就是小天玉 因為2月份的營收 人家過年衰退 它照樣成長 代表Nampage Control IC的價格 真的超強 3月份工作天數恢復 營收會加速成長 到第二季 聯電新的產能的support 整個到位 營收往上爆價 往上新產能到位 整個獲利大爆炸 到時候自然就是天玉的翻版 所以股價超級強勢 這我已經賺了接近100%的 那我認為它就是天玉的翻版 那上禮拜呢 我說我們陸續 又選了兩檔非常漂亮的股票 就是所謂的見證股 那禮拜五這一檔見證股 已經兩根漲停板 今天再來一根 3169的雅信 150塊 一樣是創 挂牌以來的有史的歷史新高 尾盤雖然說沒有收漲停板 創高拉回一點 創高拉回一點 每天都在創高 超級強勢 買123到150 三天時間賺了27塊 賺了22% 所以以我們的選股 其實當那種股票在發酵 在發動的過程 常常一個禮拜就超過三成 那三個三成不就一倍嗎 買123 一天兩天三天 連續三天亮燈漲停 最多賺27塊賺22% 那為什麼這麼強 因為連帕克入股 然後呢 毛利率 49505555 銀易率 銀易率 銀易率在這邊 也一路往上嘛 銀易率在 這邊怎麼沒有銀易率 毛利率就一路往上 銀易率也是一路往上 所以 我們在跳都是所謂的 數字最強的金銀股 那當初金銀科為什麼這麼標 就是背後有連帕克嘛 大家預期說連帕克的福值 未來會給他很大的訂單 而今年保底賺5塊 最多關 maybe賺15塊錢 股價就標到500 那今年呢 雅信 保底大概都可以賺到 差不多7 8塊錢 金銀科可以標到500 那雅信呢 現在只有150 所以如果是我 我寧願賣掉金銀科去買雅信 因為它會是連帕克目前整個布局的最新的焦點 因為連帕克 金銀科的模式 將會再來一次 當然啦 這檔見證股 如果你上個禮拜有來見證 你有賣 你有賺 現在標三根了 你也不要再去買 不要再去追 那我們後面 還會有別的見證股 比如說 第二檔見證股是點續第二 就今天也拉第二根漲平板 那我只能說 它所有的十周率跟點續一模一樣 這是必須要買的標的 必須要買的標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又Ready了一檔 全新的見證股 都是一樣 都數字最漂亮的金銀 常常一出手 蹦蹦 就是連續兩三根漲平板 所以如果你認同鄭老師 我們的選股都是有數字的 有題材的 最強的金銀標股 如果你非常認同鄭老師的 金銀股的選股的操作跟邏輯 我們今天一樣 號召見證者 只要你認同 我們開放 額外的兩天 給大家見證者的最大優惠 就僅止最後一次 號召見證者 認同有數字 有題材的金銀標股的 那開放兩天 見證者大優惠 把握這個機會吧 等會再來小股票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其實你看我節目夠久 你就會知道說 鄭老師堅持買的都是金銀股 而且都是數字最漂亮的金銀股 即便不是電子股 比如說457的 均心工具器的零組件 在禮拜五尾盤 大漲6.38 收在184 那今天盤中最高 又漲了6.2% 來到196 而且這又創了新的天價 從135塊買兩個禮拜時間 賺了61塊 最多賺了45 把這裡接近五成的獲利 因為單月獲利高到1.1 比大英偉的0.14 幾乎多了10倍 大英偉也150 106 他也才109 所以這個相對來說 本一比遠遠落後 上銀大英偉跟雅德克 所以核以上的股價 我認為未來翻倍 都是可以預見的 因為他們都數字是最棒的股票 同樣的道理 上禮拜的第一檔見證股 禮拜五兩根漲金板 今天早盤又一根 最高150創新天價 我們股票都在創新天價 就是3169雅信 聯邦哥入股 營收毛利率一路向上 營利率也一路向上 金星科模式準備再來一次 所以金星科現在空間不大 但雅信正在複製金星科的模式 所以雅信後續爆發力非常非常大 上禮拜的第二檔見證股 這個我還沒有要公開 今天是第二根漲金板 我說它是點序第二 因為點序的所有的Story 或者跟天域的模式一模一樣 第二季新產能到位 缺貨漲價 營收大爆炸 等於比只有十倍 未來的空間 也是要翻倍的 也是要翻倍的 跟點序一樣 所以這個點序第二 必須要買 必須要買 除此之外 還有更新的建證股 一樣明天準備進場做買進 所以號召見證者 如果說你認同鄭老師的選股的理念 我們都選數字最強的精明股 而且有最強的基本面題材 這些都是精明標股 所以如果說你認同我這些選股的理念 觀念跟操作的手法 號召見證者 開放兩天 只要打電話來 就有見證者的優惠 可以得到最新的見證股 最新的見證優惠 禁止一次 請大家好好把握 主要收穿你 明天再見